本节目由Chase大通银行赞助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投资移民方面的顾问曾方曾女士 来谈一谈关于投资移民当中的一些投资的项目 那宗女士非常欢迎您 谢谢 宗女士 其实我们这个华人朋友 一旦听到这个投资移民 大家是非常热衷的一个话题 那么所谓的这个投资移民 除了这个移民的部分 当然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投资方面来谈一谈 关于投资移民里面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 我想首先能不能请教您帮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所谓这个投资移民 它的这个历史大概是怎么样的 以及它这个现在的现状又是怎么样的呢 对 投资移民主要是从奥巴马上台以后 就有一个叫做EB5的这个投资移民 那这EB5呢就是创造十个工作机会 就可以拿到这个移民了 它的投资呢不是像以前那种直投一样的 就直接投那个餐厅要有了要开了 然后就才可以申请移民 那这个投资移民呢 这个EB5它的这个重点就是说 你在没有这个开这个企业 这个或者是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就可以拿到临时绿卡了 所以它的利好部分就是说 我什么都不用 只要投资50万 然后拿到绿卡以后 这50万再去做生意 对 那不像以前那种直投 就是直接要投 比如说我们以餐厅为例 你这个餐厅要开了 你真的运行了 然后请了10个人了 而且不能公用的 所以它的历史呢就是说 跟以前的不一样 那以前的这个投资移民呢 叫直投我们说 那已经是立法了的 那现在的这个呢 到今年的15年的9月30号 是不是再继续 那要等待9月30号的通知 所以这个利好的机会呢 是奥巴马上台以后 给大家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投资移民 它就是这样子 历史来到现在 就看到今年15年的9月30号 有没有再继续 有再继续 大家又可以享受 这个EB5的优惑的条件 是这样子 那么像这个投资移民 它主要是针对 哪一个群体的人来说呢 或者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一定要有做一个投资 才可以宣办这个投资移民 对 它这个主要是针对 这个外国人 就是没有中国的 比如说韩国人 日本人 那个亚裔 所以欧洲的都可以 只要你能够投资 这50万 或者是100万 到政府批准的移民项目里面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移民了 就可以马上给一个临时绿卡 拿到绿卡以后 两年以内是临时的 只要你的这个项目在进行的 那就给一个永久绿卡给你 所以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看来 这个投资移民 其实是针对很多 这个想要拿到绿卡的朋友 一个非常好的接近 对 对 它就是说很简单 不像以前要做个生意 自己要来参与 也可以不用参与 然后你只要把钱投进来 然后就可以了 所以就对于真想来美国定居 喜欢美国的 还有小孩愿意来这读书的 这个群体 特别是目前来说 这几年以来 中国是最多的 中国的这个有钱人 基本上都还是愿意 来到这个美国 是这样子 是是 曾女士 其实前一段时间 我们有听这个很多人在讲说 好像现在中国来的这个移民 这个投资移民 用的太多了 好像这个投资移民的这个名额 好像已经快要用完了 有没有这种说法 对 有这种说法 但是移民局今年就是说 就是针对A526就没有限制 但是针对那个拿到永久绿卡 每一年它是一万 现在就增加多一点一万五 所以其实它还是不断地增加的 但是A526它就暂时没有 因为临时绿卡 你临时绿卡拿到以后 它还看你做生意的 所以暂时其实也没有这么紧张 美国还是欢迎中国来 而且有十年的签证 对所以也挺方便 而且现在改变身份以后 比如说像拿到A526以后 小孩子来美国读书 美国现在也挺欢迎的 就可以给你读公立学校了 所以挺好的 所以像我们的客人拿到以后 就说尝试一下 签证者不是说有这个政策吗 只要你改变身份就可以读书吗 那我们的孩子们来到这里 也一样进公立 也受欢迎 所以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起码对这个经济的带动 还是挺好的 就算他免费读书 但是他要买房子 他要租房子 他要在这里消费 那对美国的经济 其实还是挺好的 所以对这个美国的经济 有一个带动性的作用 对 绝对有带动性的作用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 这个投资移民 怎么样让这个资金 能够用得更好 所以就是其实挺好的 所以现在的中国 来到这里读书以后 就觉得因为的确 中国的通胀也蛮大的 那在美国来说 那通胀没这么大 他们也愿意来这边 所以这也是一个 有利好的这个机会 是是 听到这个投资移民 我想请问您 关于他这个投资的方式 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投资的方式就是说 这个项目是通过移民局批准的 现在已经有 差不多有800多个 这种EB5的项目了 那现在的方式 有大部分的呢 都是有EB5的方式投资 有一部分人呢 是用我刚才说的职头 或者自己做生意 来办移民的都有 那最多的方式还是EB5 那EB5有800多间呢 这种批准的呢 其实真正进行的呢 只有10% 所以他的项目呢 设计的范围比较广 大部分呢 有设计地产啊 各个行业都有 厂房啊 这个创造业啊 制造业啊 公路啊 什么都有 但是就是待会儿我们再讲 怎么样来把这个项目选一选 比较稳妥 所以他的这个投资的方式 是有多样的 但是最好目前的来说呢 就是EB5这个政策来说呢 相对而言呢 是比较好的 是这样子 是是 另外好像这个投资民当中 他也是有一定的规定啊 比如说像这个最低金额的限制啊 以及这个创造就业机会 这方面能不能您也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对它是这样子的 有50万跟100万 它是根据不同的地区 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 还有这个就业的指数 然后再算出一个 你是100万还是50万的地区 所以都是由经济师来算 然后比如说在这个 Orange County 它就是要100万的 有不同的地区 然后有时候会改变 就是这个就业指数提高了 它就要100万 这个就业指数比较低的 它要创造就业机会的 它就50万 所以要根据当时的这个项目 然后经济是来算出 是50万还是100万 对 是是 像如果说我们看到说 这个投资移民 它的这个成功率 通常都是非常高的 那么您觉得它取决于什么样的因素呢 成功率首先取决两个方面 第一呢就是 这个客人的这个资料是比较完善的 然后第二呢 这个项目呢 是比较活理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先讲这个客人的案例 首先就是这个客人的案例 他要自己的文件要很清楚 比如说我们说的50万 它的来源要很清晰 比如像你的来源怎么清晰 你说你是工资所得 那你工资有没有纳税 有没有税单 所以你要把你这个解释清楚 这是你的文案 再一个就看你的项目 你的项目是不是符合移民局的标准 比如说你说你这个餐厅 在这个区域是解决了多少就业指数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可行星报告 写的这个就业指数跟当地的相差太大了 比如说现在就业指数只有10% 你说你的这个餐厅出来以后 有20% 相差太大了 那你们觉得你这个可行星报告有问题 还有这个餐厅这个区域里面 是不是真的有了 比如说中国餐厅可能都有了 你再开一个中国餐厅 他就认为你是在这个区域里面抢了这个就业 并没有解决这个就业 所以要有不同的特色 然后移民局现在就觉得 你这个是好的 那你的成功就会高了 那你的绿卡就容易拿到 是这样子来计算的 是是是 非常感谢曾女士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对对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投资顾问 曾方曾女士来从投资的角度 为您介绍一下投资移民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入广告 广告过后呢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感谢回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投资移民顾问曾方曾女士 来从投资的角度 为您介绍一下投资移民 那曾女士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其实我们刚才在休息之前 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了像目前这个投资移民的一些现状 以及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来投资 做这样的一个移民的方式 那我想可能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 它这个投资移民的申请过程是怎么样的 以及它这个周期又是怎么样的呢 它的申请过程呢 一般来说以今年1月20号为准呢 它说是13个月 那13个月当中呢 就是等待 那之前呢就是要准备一些基本的文件 比如说个人的文件 你公司的文件 还有你的资产的文件 所以这些文件呢 大概准备也不会太长 而且呢 去年3月份呢 也就不需要什么任何的公证文件 只要你的复印件就可以了 当批准你以后 你去按指印的时候 再提供你的公证文件 所以这个程序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最重点的就是我刚才说的 要帮那个50万呢 解释得清楚一点 还有那100万呢 解释得清楚一点 因为你的钱是怎么来的 移民局现在看得很重要 所以这个程序是比 准备文件的程序比较简单 比如说个人文件 就是你的家庭出生子啊 结婚证啊 然后你的个人财产 还有你的资产 还有你的公司的一些资料 那这些都很简单 然后最重点的就是 你要说明你这50万 是怎么来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是薪水 那你有没有纳税 那如果你是分红 分红部分有没有纳税 是这样子 都要写清楚 都要写得很清楚 因为以前呢 移民局没有要求这么多 那现在呢 逐步来说呢 是要求很强细的 因为他也知道 现在贪腐嘛 所以你的钱是怎么来的 他购问的比较清楚 那只要你解释清楚 这50万呢 基本上 都不会太大问题 都不会太大问题 还有呢 就是你的股票 是不能作为投资移民的 所以现在已经 差不多有些 就是你是 这种方式来的 股票是不可以 股票是不可以 所以就是 大概程序 就是这样子 时间呢 有差不多是 那个13个月左右 但是有时候 会等多一点点时间 是都可能的 是 其实我觉得 可能我们很多这个 华裔投资者 在申办投资移民的 过程当中 可能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如何可以保证 我的这个资金 可以这个再回来 并不是说 我这个钱花出去之后 就好像泼出去的水一样 那么他拥有一定的 这个保障呢 当然就是说 投资移民本身 移民就规定说 是没有保障的 但是作为我们是一个 想办移民的客户 我们希望我们的钱 是有保障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看 这个钱有保障的 首先我们叫选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 首先看他的地段 还有看他的项目 然后看他的资金 然后看他的这个钱 是没有了 还是一个难尾的 然后用一个EB5来做的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 一般我认为 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 看这个项目 不要太大 因为移民局规定 是两年内 解决那个临时绿卡 如果你的项目太大了 你两年都不能完成 所以对你的绿卡 会有影响 第二 我建议是 一般以地产为准 这样子对你的 这个资金的保障比较好 因为你投进去的资金 你是有限的活作者 虽然你不参与 但是这个项目 是可以保障你的资金的 但是如果你投到 地产的项目 地产可以保障你的资金 然后这个地产 要这个项目方 是已经买了地 然后你的钱 是拿来盖的 然后盖起来以后 它没有向银行 借贷任何一分钱 那到时候五年以后 就算它什么都不做 五年以后 这个房子可以从银行 抵押了把钱还给你 至少你有一个保障 所以项目不要太大 那就是地产 然后这个资金 也不是说雪上加霜的 是雪中送炭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话 你的资金的把控 就比较稳妥 同时你的绿卡又拿到 因为首先我们要抓的 重点就是两年 零是绿卡 这两年是一定要运作的 那你的项目太大 运作不完 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绿卡 还有你这个项目 移民局是要所有的资金 要到位 那你的项目太大 你分几个部位到位 那对你的移民 也是有影响的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我们希望不要太大的项目 对自己的保障 那我们重点就是保障钱 保障拿到绿卡 这就是我们的重点 是是 其实谈到这个选择 投资移民项目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说 像有这个成立新企业 投资的一个模式 或者说是投资这个 收购困难企业 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模式 另外还有就是说 刚才您提到的 投资区域中心 这样的一个投资模式 那能不能请您 大概帮我们比较分析一下 到底这三种模式 它的这个利弊都在于哪里呢 那我们先讲一下直投 直投的话呢 就是说我要开一个餐厅 那我这餐厅已经 一定要有行了 已经有了 而且我已经请了十个人了 然后这十个人呢 是不能公用的 然后我才能向移民局 递交我的文件 申请文件 那我们就算一下 如果我今年开了这个餐厅 我餐厅最少五十万 已经投进去了 然后我再请人 每个人请两千块 要请十个人 那我们这些钱都投进去了 然后我们才上交给移民局 在上交给移民局 过程当中 我的生意是一定要做的 它不管你亏本 还是不亏本 你这十个人一定要请的 所以呢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觉得呢 就这个成本呢 比五十万呢 还更大 因为这个区域中心 就是你投五十万 五年还还给你 那还用这个 这个责任 还是这个项目方的 那不是你自己的 如果你自己投资的话 你要把钱投进去 那你就是说 有些贫困的企业 你收购 可能政府会有一些政策给你 但是它已经 我们叫做已经是一个贫困的 就我们叫做难尾了 你再去做的话 可能这里面的因素 也是不会太有落观的 所以我 风险比较大 风险也比较大 如果它是好的 它也不会说 等你去生死了 对不对 所以它肯定不是这么落观 所以我认为 如果我是一个想做移民的人 我是肯定选择EB5 第一 我不用去打你生意 第二 我不用去担当那个 收购那个风险 第三 我就直接拿了绿卡 那就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我认为 EB5这个政策 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比这三种优势 比较强烈 那之前的这两种 都是政府都有立法 随时可以做的 所以之所以 这段时间 美国移民这么兴起 就是因为 大家有这个EB5 不用自己投资这么多钱 50万就可以了 像以前都是去加拿大 加拿大20万就可以了 那因为加拿大关了以后 所以大家才来美国 为什么这种方式 已经成立了30年 没有人来做呢 就是因为这种风险 是挺大的 所以大家愿意走一个 迂回的道路去加拿大 都没办法说 我要投资 可信息报告是一回事 因为EB5 只先写可信息报告 可以了 你就先拿绿卡 然后你再进行 那这个来说 而且责任还是项目方的 而且项目可以用项目来 承担你这50万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 如果对我们的客人来认为 我们客人也比较分析过这件事 因为大家来这里 不是说只是来这做生意 大家都在国内有生意 然后两边走 这样子的话比较 而且在这边做事的话 不太熟悉 在法律法规 这些政策上面 也把控不准确 所以对他的生意 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所以等专家去做这件事情 等专家去把你的钱 充分地用好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是是曾女士 您看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我想在最后这段时间能不能请您 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提一些 关于这个投资移民的一些好的 注意事项以及建议呢 对 那主要是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 主要是选项目 项目再大不再小 在它能够真正地进行 然后它的钱呢 是那个锦上添花 而不是雪中送炭 然后因为我再强调就是说 因为只有两年的时间来做这个项目 如果这个项目太大了 两年都做不到的话 那就很惨了 所以我认为呢 大家无妨真正地考虑 这个EB5这个项目 是地产的项目 能够担保你的钱的 然后大家就从这个方向去考虑 我是这样建议的 是是 今天非常感谢曾女士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的是 投资移民顾问 曾方曾女士 来从投资的角度 为您介绍投资移民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通议时间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